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六日可以休息 所以我們今天溫的文法是比較難的 不是我有心的 是剛好順住 這個文法 是比較多 是比較複雜的 我們一起看看今天要講的是什麼 好 第一個要講的 就是這個 と言うことだ 它前面會跟 によると 或者の話しでは 然後跟那個句子 即是說話人說的那個句子 然後再跟一個 說明一這裡 是表示聽說 句說的意思 是一個傳聞的 接続一這裡 它相當於傳聞的 是有一個 ソーダ的意思 但是這個文法是有直接引用的語感很強的 另外 也會有過去的事態 即是大家要把那個 たたた的畫 就會變了過去的色 另外會話 可以換成 どのことだ 或者是 うんだって 這樣 講得這麼複雜 我們就直接看一下例子 例子 第一句 天気よほによると 明日は雨が降るといることだ 據天氣預報說 明日會下雨 大家看到這句句子之後 就很清楚明白 接続 によると 即是前面一樣東西 即是天氣預報 然後這句句子的普通形 即是天氣預報說明日會下雨 最後連接這個文法 といよことだ 整句的意思就是 根據傳聞 這個天氣預報 明日會下雨 然後第二個接続 就是名詞 或者動詞的普通形 加といよことだ 亦即是說什麼什麼的意思 表示某種情況 再加以解釋 推測 或者最後得出某種結論 例子就會明白 彼女はまだきていませんが まだつこくといよことですね 他還未來 亦即是說他又遲到了 這樣的意思 這裏跟といよことになる 或者是といよことになる 的意思是一樣的 代表人 即是說話人 看到這個情況 他就能夠推測到 他還未存在 一定他又是遲到了 這樣的結論的意思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といよと 或者といえば といたら 前面第一個接觸 是跟名詞的 跟といよと 或者といえば 講起什麼什麼 或者談到什麼什麼的意思 就是表示 講出這個話題的時候 就會馬上想起其他事情 例如當大家一講起 日本料理 就會想起 壽司和刺身 這個時候 日文可以這樣說 日本料理といえば お寿司や 刺身などを 思い出します 講起日本料理 就會想起 壽司和生魚片等等 有些慣用語 譬如我們在這裏 用這個 なにかといえば 或者なにかというと 就表示 一開口 就問問問問 例如你想說 我妻子一開口 就發怒騷 即是代表 老婆 一說話 就一定是 抱怨 有些怨疑 的意思 接著2 如果前面是跟名詞 かというと 就表示 你說的 就是 我們看這裏的例子 就會明白 A さん 就說 センシュー ゴバイヤスさんにあいますか? 然後B さん 就答他 ゴバイヤスさんというと アメリカに行ったあの人ですか? 這裏 A さん 說 上星期 他遇見了小林先生 然後B さん 引用他 你說的小林先生 是否去了美國的人 所以這個文型 是 借用對方的話題 這裏是小林先生 然後進一步確認 他 你說的 是否 甚麼 去了 美國的人 就是小林先生 這樣的意思 好 第三個接著 就是 名詞かといった 代表是要說甚麼 或是說起甚麼甚麼的話 就要提出這個話題 就表達說話人 他的心情 就是可能很感動 或者很驚訝的時候 我們就接下這裏的例子 さくらのおつくしさといったら どでも言葉では表現できないほどです 講起櫻花的美麗 是沒有辦法用語言去形容的 所以這裏看見 引用了前面就是櫻花的美 然後後面就是 說話人 覺得 沒辦法用任何的詞語 去表達他的美麗 這樣的意思 那你就可以用 といったら 這個文言 好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文法 跟今天說的這兩個都幾次 但因為我看見 講解了很長 我們今天還是不講那個文法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話 就留意下星期一的影片 如果今天的聽不懂 可以重複再看幾次 希望我盡量表達得很好給大家聽 因為我也不希望講錯給大家聽 也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少少少少少少少 對M3的文法有些幫助 我正在說什麼呢 好 總之大家如果想找這個三字卡 就要去我的IG 如果你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那我們一起努力 1N3的文法 下個星期一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讚好和分享我的影片 可以讚好和分享我的影片